独家Hebe Selina也掰了华言!SHE4E金姬母全飞走! 台湾女子天团SHE金船要分崩离析!今年7月先传出了将离开带了17年的华言,10月起将经济约收回并由老公赖思想打理。 不料,金载船Selina和Hebe在9月底约满后统统要离开华言,不再续约,各自纷飞。 华言晚间发声民间SHE3位成员与本公司合作尚未届期,接下来三人将各自成立个人公司,未来期间合作内容仍在讨论中。 其他相关资讯请判证券柜柜台买买中心公开资讯观测站,以公告为准。 莱斯祥辞去原本的工作,以Ella专属顾问在华言国际为Ella把关工作,而她已注册成立进化娱乐有限公司,也是未来为Ella让身打造的公司。 三叔都将离开,对华言打击颇大,去年Selina有7只代言估计收入6000万元台币,还更是最大,摇钱数,去年11只代言光广告酬劳破译。 粗估三叔去年共为华言赚近于4亿元台币。 不过,因Selina的团名是属于华言,当初传单非不解散,三人都说彼此已是一家人,还是有合体的可能。 但未来要在合体,仍需经过有团名版权的华言同整办理。 华言音乐近期受到艺人出走影响,股价表现偏弱,今日盘中最低价跌至每股98.1元,创21个月来新低,若以华言股本5.44亿元估计,华言市值由于65亿元降至约53亿元。市值蒸发于11亿元。 中国延发于10亿元前共产党的患者和约53亿元,当初传单非不解散。 感谢观看